继续关注中国粮仓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安徽黄山 黄山素有晒秋的习俗 在晴朗的天气 当地的村民 他们会把收获的水稻 玉米 辣椒等等农作物 摆放出各式各样的图案来晾晒 构成了一幅独具特色的丰收的画卷 那么此刻我们的记者袁毅 正在黄山的黄村 来 我们和袁毅连个线 来 袁毅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袁毅 你好 张燕 雪松 你们好 黄村是一个千年古村 大家看 在这个不到30平米的院子里 摆放的都是今年刚刚收获的农作物 这是世世代代黄村人 留下来的传统习俗 晒秋 黄村地处山区 水分湿度较大 所以每逢9到11月份 在这样阳光明媚的大晴天 乡亲们就会把农作物拿到空地上进行晾晒 蒸干水分 以备冬藏 大姐 我来帮帮您吧 这个放哪儿呀 麻烦帮我放那边 好嘞 这个就是李大姐今天早上刚刚摘下来的新鲜辣椒 大家看 这上面还带着根地非常的新鲜 如果太阳给力的话 只需要七八天的时间就能够完全晒干 用手轻轻一捏就会碎 这样的干辣椒存上个一两年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来了来了 这是咱们新买的钢吗 用来做什么的呀 买了一个新钢 准备装新米 今年因为种了这个 在生道是不是 种一季的瘦脸季 所以必须换个大钢来装米的 那看来咱们的产量是提高了不少 那是 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五成了 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把那个稻子拿到那边的广场上去晒 今天是晒秋节呢 好嘞 那我先去看看 那每到晒秋时间呢 是黄村以及安徽的很多农村 一个喜庆又充满了仪式感的节日 各家各户的村民啊 都会拿着自己的成果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广场 一起来晒秋 这即使为了庆祝今年的丰收呢 也是对于风调雨顺风雨足时的美好期待 大哥 你这也去广场呀 对 这晒的是什么呀 玉米啊 那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今年大分收啊 是吗 没有 这有七八百斤 好了 那你先忙着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广场 通过无人机的镜头呢 给大家俯瞰一下这幅美丽的晒秋图卷 从远处看啊 这个古村落一山傍水 宛如世外桃源 走近一看啊 一个个晒扁组成了五彩斑斓的调色盘 调制出了村里最美的色彩 我们来看看这五颜六色的作物都有什么呀 火红的辣椒 金黄的玉米 那这个稻子呢 就是刚刚李大姐提到的 再生稻 这是安徽省的这两年来 重点推广种植的一个品种 它在每年的四月份插秧 八月份呢收第一季 十月底的时候呢收第二季 算下来的产量啊 会比原来增加大概五成左右 同时呢第二季的口感会更好 价格呢比第一季要贵上一倍 所以呀这样综合算下来呢 成本呢会比原来降低大概一百元左右 亩产的效益呢会增加六百元 农民要增收啊 不光是要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还要提高品质 做精品农业 那大家看 同样是稻谷呢 这个框里的米啊是黑色的 这是咱们黄山的特色品种 黑米 这个米跟普通的米有什么不太一样啊 我们这里山高 阳光充足 早晚气温相差有点大 就是平常我们用的都是山川水灌溉 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卖的价钱非常高 我们有了很大收入提高 是吧 那其实啊不光是黑米啊 这两年呢在黄山地区以及安徽全省啊 都种植了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农作物 比如说有荡山的苏黎 萧县的葡萄 让农民的收益啊是一年比一年高 那粮食呢不仅仅是要种的好 还要卖的好 大家看这一张地图啊 为了让粮食卖一个好价格呢 安徽在全省啊打造了暗图索粮的地图 点击这个图标呢 就可以看到全省优质专用小麦和水稻的 种植信息进行产销的对接 有了好的销路呢 自然啊就不愁卖一个好价格 现场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鼓声 这是当地呢庆祝丰收的传统习俗 得胜鼓 乡亲们希望啊 每一年的耕种呢 都能够得胜 能够丰收 现在啊我也要加入他们 把这份祝福和喜悦分享给大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